歌手吳克群今天晚上在台北市华山园区举办新歌演唱会 因为天晴门热 吳克群狂冒汗 不过唱到一半天空又飘雨 让吳克群笑说演唱会场地快变成游泳池了 吳克群在台北华山举办户外演唱会 他笑说自己把这场演唱当作宫敬小巨蛋的 前哨站 因为我刚才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歌迷朋友们 然后跟了我很久 那我还看到了很多自己熟识的朋友们来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虽然是新歌演唱会 但是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我觉得我们只要再唱得大声一点 老天爷就不会下雨了 天气实在太闷热 吳克群唱得满头大汗 没想到唱没多久又飘起毛毛雨 分不出脸上是汗水还是雨水 不过丝毫不灭歌迷热情 跟着奋唱 让我们欢迎王兴霓 好man喔 找来好友王兴霓担任嘉宾 两人对唱可爱情歌 吳克群为了合唱顺利 还配合王兴霓升了两个Key 笑说自己好像苏打绿的清风 再唱歌 最后王兴霓用抱抱祝贺演唱成功 因为提高音调 吴克群在彩排时还差点破音 好在最后安全下装 吴克群希望歌迷能够透过音乐 认识真正的自己